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我們現在要說回Trens的婚姻狀況 看到了,昨天說過他們一早不想做明星 吃昨天的節目,他們原來還有爆他們的婚姻 兩位美女,即是香港人的偶像,一代的偶像 他們是來過婚,兩個都來過婚 想不到兩個這麼可愛的妹妹,竟然搞到離婚收場 阿嬌跟之前那個,好像是美容整形醫生 好像是 醫學美容,醫學美容 說說什麼原因 還有阿薩是嫁過鄭忠基的 有傳,鄭忠基只是比禮金都給了五百萬 也有錢的 那究竟會不會有善養費,一來分有善養費 這些看他們是怎樣談的 我們慢慢跟大家研究一下 出到二十年了,香港人不看著你,但幸好你沒有懷 差不多二十年來的心路歷程 就是人生還要經歷,豈能不提起他們兩個的婚姻 沒錯 那阿薩和阿前夫鄭忠基 其實是前夫來的 那我稍後又會研究一下鄭忠基的原因 為什麼呢 為何阿薩和你一起離婚 現在就修心養性呢 我用男人的角度告訴你 他們是2010年離婚的 節目中表示婚姻不後悔的 沒有後悔的 因為我真的愛 現在問我會不會再結婚呢 我不是說我沒有找到愛的人 而是對於結婚的看法就已經不同了 阿薩是這麼說的 是說話是這樣 有一點錢錢錢的來近 阿薩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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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個男朋友 現在好像是很有錢的 他本身也有錢的 沒有關係的 你有錢可以跟他沒有錢的 但通常你一定會選他有錢的 因為如果 你自己的女人有錢你選他沒有錢的話 你怎知道男人是否真的喜歡你 不是喜歡你的錢 有些香港先生 那些什麼姓袁那些 我老婆是我第一桶金 你都說 不知醜 說話真是很直接的 又坦白 所以通常有這麼少錢的 如果你要找一個正印 你不是出去玩小鮮肉 通常都是找一些有錢的 沒有錯 說到不後悔 他真的很喜歡鄭忠基 我看他那時候的樣子 其實兩個 好像那時候很相配 兩個時候 感覺上 那一套叫做追擊屁股 追擊屁股 追擊8月15日 當時拍完就趴著了 那部電影 你看回 在一場戲裡面 鄭忠基在茶餐廳走出來的時候 我有份拘捕他 我做警察之槍 對著他的頭 你自己看看 很多警察 你要找 那時候的母子很肥 對 後來再說 阿薩那一段 要深入研究 再說阿嬌 阿嬌跟她前夫 她的婚姻是一年多 關係很短暫 但阿嬌也說不後悔 你以為她會後悔嗎 因為其實男人就好像 轉頭就找了一個有錢女人一起 這樣 是啊 阿嬌就不同了 你講開姐妹說 你又要說 她說 我很喜歡她家 她家氣氛很好 爸爸媽媽教育都很好 是一個開心的家庭 她說 羨慕別人家家家的家庭溫暖 可能小時候 爸爸就不在這裏過生 媽媽又不在一起住 阿嬌就分享 原來阿嬌有一個這樣的身世 即是爸爸早死 媽媽經常不在家 她說她轉過很多間學校 生活很漂泊 去到初入行 覺得連笑 都是辛苦的事 哇 真是慘 可能真的是家庭 家庭的問題 嗯 嗯 經到對未來愛情的想法 阿嬌就說 未找到對象 她說 享受一下生活先 希望將來拍拖 會得到大家的祝福 祝福她是祝福她 那 其實現在 現在真的是 只是說別人的感情事 都可以說一集 是 只是挖回鄭忠基 有人傳 傳 建靈流 鄭忠基娶阿薩的時候 給了五百萬禮金 五百萬禮金也算是這樣的 呃 合理的 合不合理 兩家人就自己想 她是大戶人家 但是你說 算是 真是厲害的 那 也有些錢 本身他們都 說回他們為何會離婚 有些媒體炒作 不知見還是留 當作聽故事 你不要說 待會兒 說五百萬禮金 我想說 不要說阿薩的感情 有時候 連我自己的感情 我為何和女兒散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大家感情的事 沒得說 說不是 說自己的都說不定 說阿薩的 你當作聽故事 在網上很多人 是福爾摩斯 他們都知道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月老 簡直是 看通了人間 做幾下 你都知道 真的 好像阿薩先生 是嗎 好過一些床底 對 蕭先生說我什麼 真的 好了 說回婚姻 她是一個 適度妥協的藝術 要雙方妥協 但未必所有人 可能只有一個妥協 如果你不妥協的話 會有家庭衝突 有些人 他這樣形容鄭忠基 他形容鄭忠基 副家子弟出身 工作 只是玩 你覺得是嗎 認同一半 為什麼 他初出道是 我也覺得是 現在就不是 他經歷了很多事 聽說過 他自己也有很多事 現在做事 他是認真了 他是認真了 認真過我 你比起 看到他當初出道的時候 那個人的心態變了 是 那真的是 一半 我覺得他這句說話 就認同一半 別人評評鄭忠基 就說因為 張學友當時 是覺得他唱歌很厲害 覺得你接我班 別人說我歌神 然後到你 鄭忠基唱歌 是不錯的 是 有感情 有角色 他唱歌 這裏認為 鄭忠基 不想為錢 去圍蘭自己 否則 就沒有陳奕迅 的出現 我覺得是不關事 我覺得是不關事 百花齊放 其實他兩邊都有 他也有唱歌 他做著龍錦威 他也有唱歌 只不過可能 歌曲沒有Eason 那麼Hit 不能這樣說 不是圍蘭自己 他的歌曲 他真的沒有Eason那麼多 是 他一開始是玩的 Eason那種感覺 是真的出來 做東西的 大家都記得 鄭忠基的家庭 是有錢的 好像監製 唱片公司老闆 沒錯 所以他被人的感覺 好像玩 所謂的換票性質 陳奕迅的家庭也有錢 他爸爸是做什麼的 正副工 我記得是 Juno的爸爸也有錢 更加有 那個人 就是每個人都有錢 你想做那些位置 你不要想 沒錯 會唱歌是沒有用的 我想告訴你 正所謂成功靠什麼 靠副工 對 阿薩當時其實很紅 跟鄭忠基一起 兩個 拍拖 十月初五 八月十五 追擊 對 追擊八月十五 兩個人 追擊了阿薩的八月十五 但是有沒有說 生回兒子 求回名分那些 沒有 沒有生 因為那時候 始終阿薩都是偶像 沒錯 老實說 如果當時 他們傳媒這樣推測 其實我也是這樣想 不過很難說 如果阿薩跟我生了兒子 你就是小奶奶 是不是 也是 但是難說 因為張柏芝三個都不是 這樣就是 他們想的事情 也未必跟我們想的一樣 他們兩個離婚的時候 他一出來就已經是離婚了 以為他們兩個 要交代什麼 離婚 結婚四年 和阿薩 38歲的鄭忠基 和27歲的阿薩 被爆2010年3月27日 在記者會上 承認兩個人 4年前2006年 阿薩當時 23歲 就已經嫁了鄭忠基 嘩 真是 正式 扮你離婚宣佈 這樣 那麼 傳 傳 阿薩男人 鄭忠基花心而結束六年情 信不信 他 那時候 我覺得那件事是真的 鄭忠基那時候真的未定 你見他還是 不定性 真是那些公子哥兒出來 在玩 即是龍錦威那個自己 是啊 你見他 可能 瑞士新居老人非 那種心態 他還是很出來 在緩世 他還未定下來 他還未知道自己想去的方向是哪 這個人是真的 我覺得 他在看他的樣子都知道 有樣子看的 不是啊 你看看他現在的影片 跟他以前的樣子 不知道是不是個人 當然年紀大了 認真 認真了 沒有那麼 Hailey笑臉 經常都在 是 你見他出來 好像人家那些 有所謂的 異世祖在玩東西 出來時是小奇奇 放毒蛇 嗯 這裡這樣寫 他說 單非發展順利的阿薩 當時其實阿嬌未來 差不多 奶奶地 那 他單非發展 其實是否可以做天后呢 阿薩呢 他是很厲害的 電影的級數 他那時候是拍劉德華的 再說一次愛你 他是很厲害的 阿薩拍電影的時候 做了女一 那 說到 南方出盡力求伏合 是還是不是 他說他知道 這些是背人床下底 那就更厲害 背在阿薩的老爸的床下底 對 他說阿薩的老爸 發功力支持 阿薩仍然堅持 搬出豪宅 就是說他老爸 其實想他們一起 你老公有錢 不要 他這樣說而已 他這樣寫而已 阿薩堅持搬出豪宅 令要事業 就不要老公 這些厲害 人家的老人什麼都知道 不是 整家人的床下底 他都躲過了 他簡直是入了別人的忠書神經 你這樣就很壞 他見過神童 他真是 見過 見讀心術 對 當年阿薩和鄭忠基 親口承認 兩人已經結婚四年 就辦離婚手續 爆出隱婚的消息 令TWINS 吓? 陷誠信危機? 不是吧 不少一直支持TWINS的粉絲 表示接受不到 我不知道 我沒有 我覺得很突然 但我就沒有 覺得他們 怎麼了 沒有 與我無關 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 我對這些事情很淡然 我告訴你 就算是 是傳媒寫的 是傳媒寫衰 那一定是 好像劉德華那時候 你說他謊話天王 他謊話說了什麼謊話 因為他隱瞞自己結婚 對 關你差事 對 他是演藝人 對 你留意他是正常 對 但是他背後的事情 他沒有必要交代 沒錯 沒錯 不過香港那些 傳媒也是這樣 那些 要來的 就要你 一定要你 乾乾淨淨 赤裸裸 在別人面前 什麼都說給你聽 對 說笑一點都不行 就會說你 大話 說大話 或者生氣 是傳媒 有一點圈驗炒作 他這件事是比較厲害的 但是劉德華那時候 你更加不應該這樣說他 但是他們慣性是寫衰 不寫衰 你沒有東西看 沒有人會走進來看 是吧 說到當時他們離婚 淚灑記者會 彼此哭到一塌糊塗 也是看到的 心都傷了 好了 做什麼離婚 二人分開就說 沒有任何第三者 知道離婚的事 也是大家關心的焦點 以及追問他們 他就說 處理當中 依照法律程序 那些事情 鄭忠基忍不住 抹眼淚 硬煙地說 儘管我們不能成為夫妻 但我們都有個開心的時間 阿薩見他哭 他又哭 立即接過工作人員的紙巾 又遞給鄭忠基一起哭 兩人就說 永遠成為好朋友 同時希望大家 給他們一些空間 其實說一說鄭忠基 娶了阿薩 其實阿薩之前 他就是跟楊千華 他也有很多 是的 他也說 那時候那種感覺 是被人說 很花心 多餘多餘 那時候我記得 那些人說他 你的女朋友有兩個特徵 女朋友有兩個特徵 一是平空 二是包臉 他喜歡 他喜歡 不敢對 其實我覺得不關事 那些明星有他的魅力 你跟他對得多 看看你對得哪個最多 如果你對多葉子媚 你都可能會喜歡葉子媚 那也是 沒有的 是不是 你發情 你對著周秀娜 是不是 這樣就周秀娜 剛剛那個時勢 你還要看看那個時勢 是那些人出來 就是這樣 對 難道每個人都在幫忙嗎 這些是 因緣際會 說到 阿薩在之後的一個 新碟發佈 回應 回應 之前有說過 跟鄭忠基的婚 他說 我覺得跟鄭忠基結過婚 但又好像沒有結過 因為別人結婚很多人見證 他說我們結婚的時候 只有雙方父母在場 感覺都不太正式 是這樣的 就是他要大型一點 其實我覺得不關事 他們結婚是兩個人的事 沒有 他那時候這麼小 小時候 小到這樣 是啊 小時候 不關事 結婚從來都是兩個人的事 不過他長大了 可能你問他現在怎麼想 他可能就反過來 其實簡單就可以了 對 過去了 他那一刻說的事 都不太認真 對 然後離婚之後 六個月 他又跟陳偉廷在一起 這是蔡卓彥情史 對 有人懷疑陳偉廷是兩個人離婚的道火線 嘩 是嗎 但是聲稱兩個人一起的時候 都是單身 但是被爆戀情之前 兩個人就相識了七年了 嘩 陳偉廷曾經說過 某程度上 我們性格好似 是天蠍座 生日差一天 過去的日子 我們遇上不開心的事 會互相聊天 溝通多了 大家又很合 蔡卓彥當時就說 陳偉廷令他改變了很多 坦然他在工作上全力以赴 從來都不宜欺失責 生活上可以令自己開心的話 就不理其他事 這樣說 當時阿薩是深夜在微博宣佈分手 陳偉廷突然間發表微博 承認跟阿薩有情變 引來熱意 其實那段也是無緒 的士診玩完就算 即是玩完的士診玩一會兒就走 頂他就不相信 對呀 大哥 你突然間要搞這種事 不是 那個 他不想說他 整件事很奇怪 給人的感覺就算 對 靚仔 做些事 他是做到極致的 心裡的花 那些 極致 就是頂不順 我們做觀眾頂不順 但這些是可以炒到人氣 對 再說一下 究竟 為何離婚 其實這些說來都是多餘的 對嗎 這是每個人的選擇 這些就是 來來合合 生生醉醉 這些每個人 大家 我們看一句 他們想的東西 當時想的東西 又未必是現在想的東西 對呀 另外一篇都說 楊千華 當時剛剛出道 沒有什麼名氣 鄭忠基見他第一眼 鄭忠基就喜歡他 開始追求 然後就三年 當時跟楊千華拍攝了 鄭忠基有什麼 什麼 我 那時候的感覺就是 女兒啊 他家裡 他又不用休 他真的不休 他那時候經常都說 只是出來 不知道怎樣賣多少 你知道鄭忠基有什麼花朵 什麼 叫太子基 哈哈哈哈 太子基 對呀 一看到這個娛樂圈 很多女兒 很棒 我覺得 轉捩點就是 他之後搞得太多大頭佛出來 他人開始慢慢收心養成 怕了他的人都 真的 喝醉酒的 鄭忠基搞不少 搞得大大禍 鄭忠基 他現在收心養成 我們說一下他現在的婚姻狀況 他老婆叫做 余思敏 是余思敏 這個不是蛇 是余 是一名前友善女主播 他就定下來了 就是2011年 已經生了一個女兒 兩個人 生了一個女兒之後才註冊結婚 2015年再生了一個兒子 不是的不小心 你聽她說嗎 那時候她有訪問 為何和她老婆結婚的事情 哈哈哈哈 她說好笑 那時候那些娛樂記者不騷擾她 是啊 然後她老婆騷擾她 類似是這樣的說話 然後她覺得 這麼有趣 每個人都不理我 你理我 那些 那麼就守 可能就是這樣 這些事情 可能是否因為她和阿沙離婚 那些人覺得她不好 太子機 那時候那些負面新聞偏多 古靈精怪的事情又多 那倒是 不想理她 對 你說余記也是人 他們也是打工 那你是太子機 對 阿沙你又散 楊千華你又散 所有人都聊 飛機師你又打 對 對 每個人都聊 感覺上好像 這傢伙真是 算了 我這樣的 原來是這樣認識的嗎 好像是 OK仔爆出來 她有個訪問 她之前的訪問也是這樣說 我聽過的訪問 那麼 結婚近十年 她又沒有傳出過緋聞 有兒子有女兒 就沒有再花心了 成為了專程的男人 好男人 其實男人也有時限 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我以前都是 都會 周圍看到美女都會去看一看 其實我覺得是疫情幫助 立即定下來 戴了好罩 然後大家 沒有了人 我實在 我可以 一個星期七天 找七個女兒出來吃飯 是不同的 七個都是漂亮的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 疫情各樣 沒有了人 人 或者年紀也大 還有另外一件事 你疫情也有些關係 關係就是 你不會到處走 我說我而已 鄭忠基不是 我不是說他 我說我而已 去到某些年紀 夠了 會的 定下來 對 人大了 突然間 好像覺悟 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對 年輕的時候 都沒想到自己需要什麼 沒所謂 什麼都試試 而且剛才報紙人說得對 如果阿薩 當初跟他生了兒子 可能現在的命運不同 你看鄭忠基有了女兒之後 他立刻定了 是啊 是啊 所以有些是覺悟 他變了老爸 那個角色 人那種覺悟 很重要 要人定定定 不是的 沒得說 要自己定 我定下來 自己找東西定 沒錯 找個兒子來定 我現在沒有兒子都定 就不用 有兒子就行了 有你OK仔就行了 是 我都說的 我今天要照顧兒子 不然我去了公展會 照顧你OK仔 辛苦你了 客氣客氣 一會兒去公展會 不要了 晚上多人 閒日都多了 每天都多 你說如果我不是照顧兒子的話 我就什麼 公展會 平日下午 你知道我都幾什麼 沒有這支歌仔唱 現在養大你 辛苦你了 功書教學 真是功到滿頭八化 沒錯 沒錯 鄭忠基這些 現在有兒子有女 已經成為家庭 這些都是用來 吹吹水 見TWINS 講開就講一下 不過他真的 你看到的轉變都很大 如果大家在那時候 有留意的娛樂新聞 你看到他人到現在 那個比較實際 真的很遠 真的差得很遠 可能我平時 沒什麼 沒什麼深入了解他 你的感覺都差很遠 老實說 鄭忠基 他不知道 他不會記得 那時候他剛剛出來 做的那些網劇 其實那時候的網劇 還在行144P 我記得他那時候 跟陳曉冬 做了一套 百分百感覺 的網劇 還是方力申 我不知道陳曉冬還是方力申 我記得那場戲 有鄭敬基 他那時候 剛剛出來做 剛剛出來做演員 其實這個人 我一開始覺得他 真是 是 他不記得了 因為那時候 我做Cat Affair 他們在隔壁打火鍋 我們在隔壁打火鍋 拍攝做食客 他對著鄭忠基 他不知道他做什麼 那場戲 可能鄭忠基要生氣還是什麼 他不知道讓他 要什麼 他不斷對著鄭忠基 飆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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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不是說飆鳥舞 他只是說那四個字 他起碼說了三十次 我覺得這個人是這樣的 鄭忠基 但是鄭忠基是黑臉的 不斷讓你飆鳥舞 他好像玩得羽毛倫恥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玩大了 這個人 不知道他做什麼 然後第二次看到他 就是拍攝那套《追擊》八月十五 當時那個人就定了很多 但其實都不太了解他 之後就看這些發片新聞 都看到他最初是 不知道做什麼 總之他走出來的感覺 太子爺 還未入世 還未認識和這個世界打交道 喜歡我行我素 喜歡說什麼 吃什麼 沒什麼所謂 我稍後再說完完全版 不然有很多老人家聽 我免得嚇到他 我不用說粗口 嚇到他 好了 我們下一節跟大家說其他新聞 拜拜